我們這個地方後面如果要想要做一些交叉比對分析的話 在雙手分析表裡面還有提供哪些功能可以做得到 不過因為這個功能有些功能的話比較侷限於 有些像以色列2010它有所謂的交叉分析器 交叉分析器你們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一個圖 其實交叉分析器它其實原理原則就跟報表篩選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把它獨立出來一個 讓你看起來好像相對的會比較好操作 不過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一樣的東西 要怎麼說我們來用報表篩選 做比如說根據性別教育程度還有月收入等等的去做分析 那分析的方法如果說我今天呢 我希望再針對性別部分再做一個篩選的話 你可以把性別再放在報表篩選裡面 OK 那這個時候你會發現如果今天想要什麼 因為這個資料裡面是全部不分性別的所有統計結果 但是如果我今天希望只要顯示女生的部分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點選那個女生的部分 按個確定 那你會不會秀出來就只有女生的部分 那當然其次你可以點選男生就男生的部分 可是你想說老師那如果我今天希望什麼 男生跟女生同時出現的話怎麼辦 還有一個方法 你可以把那個性別直接放在哪裡 放在列標籤的哪個地方呢 記得喔 在最常購買哪一種設計雜誌的這個欄位的上方 你就把它放在上面 OK 各位有沒有發現 女生男生他就個別 上面是女生下面是男生 就自動會怎麼樣 幫我把它分開 有沒有 當然也跟剛剛我們做的那個有點類似 甚至你可以把什麼 把性別如果放在下一個 就是順序放在下面的話 那當然你會發現喔 他的結果又不一樣喔 有沒有 就是每一個設計雜誌的每一個 這個性別的個別分析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些更進階的分析的話 其實你可以利用這樣的方式 可以把它稍微 自換一下 OK 就可以有不同的效果產生 再來的話呢 如果還想要針對什麼 教育程度 做進一步篩選 當然你可以 還是一樣 你可以把教育程度 放在報表篩選裡面 OK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上面就會有個下拉清單 如果你想要找到 這個所有資料裡面喔 假如說是大專或大專以上 因為是多選 所以特別是喔 報表篩選如果兩個條件都要的話 記得你要在選取多重項目一定要打勾 這個時候才可以多 不然的話 浴室好像只能單選 看Ctrl鍵可不可以 Ctrl鍵也不行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打勾的話 那也就是說呢 你只能選一個 但如果你打勾之後的話 你可以針對 比如說我想知道說 除了性別以外 然後呢 那個大專的跟大專以上的 他們的購買的 這個傾向喔 大概是有沒有什麼差異啦 我想要統計一下 那你其實可以按個確定 OK 那你會發現喔 這邊顯示出來的 就是 關於那個 學歷部分喔 是大專或以上的 這些人他們的傾向 那最後的話當然喔 如果你想說 老師我還想要知道月收入 月收入是多少 所以月收入是三萬元以上 欸有沒有 也不知道他底下這個 篩選條件 其實主要給各位參考 1111的這個 剛剛這個地方 想要了解女性 而且 大專以上 最常買的 社基類雜事 所以喔 如果是女性 那女性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性別 也是這樣拖拉到 所以變成說 我只要女性的話 我就不要放在這裡 放在下面的話 男生女生都顯示 那你可以把它放在 這個 報表篩選裡面 然後呢 就變成 兩個條件喔 這個地方的話 你就選女生就好 女生 而且 是什麼呢 大專以上 就包含大專 跟大專以上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 就可以找到 所有有關 這一個 類別你想知道的 這個這個條件 OK這個是 第二個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的話 如果說我想要找什麼 找那個大專以上 而且 收入是在 三萬 以上的話 大專 或以上 還是要包含 然後 收入三萬以上 所以喔 這個時候不包含 性別的話 那可以把性別拿掉 性別拿掉 然後他要 學歷 跟收入 所以月收入把他拉下來 OK 然後 他這個地方要的是 大專以上 三萬元以上 我看一下 大專 所以這邊一樣喔 這個應該是跟剛剛一樣 大專 大專以上 然後 月收入 所以月收入的話 是三萬元以上 三萬元以上 也是會有兩個 所以 選舉多重 然後呢 把 全部打勾取消 留下那個三萬 到五萬 開五萬以上 按確定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 找到我們要的 這相關資料 所以其實如果將來喔 你們手邊有很多 有那種 low data 有沒有 其實data越多越好 所以喔 以後有機會的話 盡量不妨喔 多多 把一些 資料都收集到 然後有機會的話 不妨你就多多利用 所有分析工具吧 然後可以的話呢 常常也會是一些圖 你會發現很多東西 本來是看不出來了 其實利用這種 樞紐分析工具的話 很快的 就可以 幫我們把 想要做到的結果 讓它顯示出來 OK 這部分的話 也許喔 請各位再 試試看 把那個 剛剛講的 也許 這個地方 再稍微 做樞紐 主要是利用那個 報表篩選 來完成這件事情 那 其他的話 當然啦 如果你的 這個版本喔 有提供所謂的那個 交叉分析器的話 其實你可以試試看 這感覺是還蠻像的 因為它這個 其實喔 交叉分析器啊 你把它加進來 它其實就 一塊一塊的 跟放在報表篩選 那其實跟放在報表篩選 我覺得是 一模一樣的東西 只是說它長得比較漂亮 而已 其他都一樣 那我覺得 好像 好像沒有太有使用 就是說 的這個必要啦 我覺得 那也許 假設你可以試試看 兩者可以比較看看 因為它基本上喔 跟這個報表篩選 幾乎我覺得 沒什麼差異啦 OK所以 為了顧慮到說 有些同學有使用到舊版 有同學使用到新版 那不如我們就 取一個折衷的辦法 就是也許啦 不然之前我上課的時候 有些同學看到是舊版 那舊版就只能乾燈 你說 老師為什麼你們有這個功能 我沒有 那怎麼辦 所以不然好了 你乾脆用報表篩 篩選就OK了 每個人都有了 哪怕你是用的是Excel 還是用2003的話 也有這個功能 所以不用擔心 會沒有 這個篩選的功能 的這個限制啦 所以這個也許 跟各位說明一下 上面我當然有放個圖啦 只是說這個圖喔 你可以 自己在練習看看 基本上 做出來的結果 應該是 沒什麼太大的差 因為我試半天 我發現 不是一樣的東西嗎 那有時候那個 軟體就是這樣 它為了說 讓你看起來漂亮一點點 吸引你的目光 OK 所以就會多一些 這個功能 不過 為了顧慮到那個整體的 相容性 所以我們也許就是 主要是利用那個 報表篩選 的這個功能 其他當然 你也可以再試試看 其他欄位 也許可以再把它 做一個 交叉分析之類的 那其他當然你也可以 找別的資料 來做交叉分析 比對 試試看 待會這個部分 做完之後的話 那我們 就要來到 那個 這個 第六題的 硬體的那個 零件 銷貨分析 OK 那這個部分 一樣會在 稍微 使用到 所謂的 這個12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問說 全部 公司業績總額多少 你要馬上回答 你利用的 書納分析表 其實很快 馬上就知道 那各縣市的業績總額 其實你會的話 馬上就OK了 其他有部門 產品 比數 百分等等 其實都可以 利用書納分析表 幫我們快速完成 所以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 剛剛那一題 完成之後的話 待會的話 再幫我開啟這個 在 分率檔案裡面 的 所謂的那個 這個這個 PC 硬體 零件銷貨系統分析的 原始檔這個 OK 打開 底下也有12個問題 那請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你切到那個 代號檔 實際上就是 也是跟剛剛一樣 一定會有個代號 對應到的名稱 所以呢 員工 你切到員工 你會發現 部門名稱 這邊是空的 你必須把它查出來 要怎麼查 部門名稱 所以部門名稱 要跟什麼有關呢 跟他的代號有關 部門代號 把這個部門代號查過來 部門代號在哪裡 那你可以看一下 部門代號基本上應該是在 在嗎 代 員工 沒有 啊對 部門嘛 應該要從部門代號去查 所以 基本上這個部門代號 會有一個 部門代號在這裡 有沒有 所以從這邊去把 後面的資料查過來 那要怎麼查 當然喔 第一步啊 你可以這樣做 他這個資料裡面 我印象中好像已經有建了一些 對應的這個資料的名稱 如果你不想用他這個你可以 把這個部門的範圍 跟剛剛的一樣嘛 你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取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部門也可以啦 然後以後從這個 去找到這個 欄位 二十類推 其他的話 這個把它做完 然後客戶的話呢 有一個限制名稱要查 那限制名稱在哪 限制代號 從代號去代出 限制名稱 商品的話呢 有分類名稱 那分類名稱的話呢 有一個分類編號 把分類編號 查出 分類名稱 再來就是說呢 有一個什麼 銷貨單頭 這個地方的話 就是客戶 客戶代號 限制名稱 限制名稱要從什麼地方查 限制名稱 所以你會發現限制名稱在 有沒有限制代號 好像沒有吧 但是你可以藉由什麼 客戶我看到客戶裡面是不是可以查 限制 可以耶這邊 因為限制 可以藉由限制代號 有沒有 一樣可以查出限制名稱 有沒有OK 可以有對應關係 然後 再來其他的限制名稱 員工 員工姓名可以從員工代號查 部門名稱的話呢 可以從什麼 員工代號是不是也可以查到 對部門名稱 有沒有他一層一層一層的 所以這個也有一點像資料庫的概念 資料庫概念裡面呢 就是所謂的關聯式資料庫 Reation Data Base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 Excel的使用 慢慢 也走所謂的關聯式 那關聯式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用V函數 去串資料 所以請各位 待會呢 也許先練習 把剛剛的這個地方 的 這個所謂的 交叉分析比對分析 先練習完 然後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 PC零件的那個 消貨 系統分析 先大概了解一下裡面的結構 那也就是說我希望把黃色的 底色的範圍資料 先把它產生 因為沒有這些資料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完成 後面的12個問題 就是把12個問題 總共這邊有12個問題 要把這12個問題回答出來 OK 那主要 當然就是利用那個 樞紐分析表 幫我們完成這些事情 喔 而是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